老头扛着手脚被绑的女人进草房 几个人过来将她强行按在地上 用铁链拴住了她的脖子 老太婆拿着取奶器要取她的奶水 女人死死抱住肩膀赋予顽抗 但还是抵不过两个人的力量 被强行掰开胳膊 老太婆顺利取到奶水 女人为何会落到如此地步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马特和怀孕的老婆瑞秋 一起回乡下老家 准备在老家生产 让爸妈帮忙带孩子 中途因为马特疲劳驾驶 车子撞了树 好在无人受伤 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事 车子被撞坏走不了了 马特想打电话求助 但这里没有信号 他爬到树上 看到远处有个农场 于是决定和妻子步行到那里求助 刚走到农场入口 后方就出现一辆大车 正是农场主 了解情况后 便邀请他们去家里休息 到家后 农场主的老伴热情迎接 一脸和善的样子 家里还有两个儿子 但看起来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夫妻俩没多想 还以为遇到了 善良淳朴的乡下人 老太婆说 这里的信号站被风暴破坏 暂时无法叫救援 他们可以在这里留宿一晚 明天早上 再让老头带他们出去 夫妻俩高兴地接受了帮助 殊不知 这一家子都是恶魔 瑞秋拉开窗帘 却突然看到楼下有个奇怪的女孩 顿时被吓了一跳 晚饭时候 瑞秋看到女孩和两口子的合照 老太婆说 女孩是他们的女儿 但因为脑子有问题 所以一般不上桌吃饭 老太婆还说 女孩怎么样都行 反正最后都是生育的工具 接着又说了一堆男尊女卑的奇葩言论 夫妻俩听了感觉很不好 但也不好当面反驳 回到房间 瑞秋对丈夫说 明天一早一定要走 这家人有点不对劲 而且她感觉女孩有点眼熟 似乎在哪里见过 但一时想不起来 他们不知道 这时老太婆正在门外偷听 把两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一夜过去 第二天早上 瑞秋被一阵哭声吵醒 她想问旁边的丈夫怎么回事 对方却迟迟没有回应 瑞秋转过身去 才发现丈夫不在床上 而哭声是从床尾传过来的 不料那里蹲着一个女孩 正是昨天看见的那位 旁边地上还躺着 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女孩说 这才是她的亲生父母 瑞秋整个被震惊 猛地从睡梦中惊醒 原来刚才只是一个梦 但也让她想起来 那个女孩是谁 自己曾在新闻上看到过她 女孩一家旅游时离奇失踪 到现在警方都没有找到人 瑞秋怀疑是老两口杀了女孩父母 丈夫虽然不太相信梦 但她也感觉这家人有点不正常 于是两人收拾好东西 偷偷下楼准备离开 但发现大门紧锁 马特从旁边的墙上找到钥匙 正打算开门时 老头走了出来 一脸冷漠地盯着他们 马特强装淡定地说要走人 既老头没有说什么 两人走出了大门 不料两个儿子早已举着枪 在门外等着 夫妻俩瞬间有点慌了 这时老两口走了出来 一副你们跑不了的样子 冷眼旁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到惊吓 瑞秋的羊水破了 老太婆却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下一秒 马特被枪托 砸晕倒地 夫妻俩误入黑心农场 农场主儿子打晕男人 往他身上扎了一针药 妻子健壮急忙上前阻拦 结果被老头一拳打晕过去 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被绑在了床上 老太婆也不伪装了 直接坦白 他们想要瑞秋肚子里的孩子 而且马特已经被彻底解决掉了 听闻噩耗的瑞秋 简直不敢相信 开始歇斯底里的呼唤丈夫的名字 很显然 他不会得到任何的回应 另一边 两个儿子已经挖好了深坑 他们扒掉马特的衣服 将他装进一个简易的木箱里 准备将他火买 风盖前还不忘开个玩笑 把他的打火机和烟也丢进去 怕他醒来没烟丑 完了盯上盖子 把他埋在了地下 与此同时 瑞秋的工作开始了 老太婆负责为他接生 折腾了大半天之后 孩子顺利出生了 但老两口没有一丝高兴的表情 因为瑞秋生的是女孩 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家里 女孩是不会受待见的 等他们离开之后 瑞秋赶紧尝试摆脱铁链 她用口水润滑 真的把手挣脱了出来 当他准备逃离房间的时候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 他只好把墙上的十字架取下藏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进来的是老太婆 心生而恶的哇哇哭 她得找瑞秋要点母乳 话音刚落 瑞秋用十字架朝她用力的砸过去 然后拔腿就跑 可惜刚生完孩子的她力气不够 老太婆不仅没有大碍 还引来儿子将她抓住 眼看瑞秋有逃跑的心 几人赶忙将她的手脚捆绑住 然后把她扛进了楼下的草房里 三个男人将她按在地上 老太婆成功地取到了母乳 不知过了多久 马特终于醒了过来 她用打火机看清自己的处境之后 试图撑开上面的木板 可惜无果 木箱已经被土压得很实了 马特四处敲打 终于找到一块空想处 赶紧用力吹打 木箱破出一个洞 马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从土里爬出来 她发现这里不是农场 而是荒郊野外 马特一路前行 终于找到了一处水源 赶紧给自己补充了水分 还幸运地捡到了一块布 遮住身体 之后她碰到了两个路人 想向对方求助 询问农场的方向 没想到 对方毫不留情地拒绝 还对她冷嘲热讽了几句 愤怒的马特 瞬间将他们打翻在地 然后把他们绑在了树上 两人这才告知了农场的位置 马特抢了他们的衣服和包 快速地朝农场方向跑去 瑞秋听到身后传来动静 扭头一看 竟然是那个女孩 还给她带了点吃的 鸡肠碌碌的她 马上狼屯虎咽前来 然后和女孩说话 希望她把自己救出去 瑞秋还保证 出去之后一定报警 给她的父母报仇 谁知女孩一听 直接被吓到 头也不回地走了 农场主的两个儿子 找到母亲 希望老太婆把瑞秋交给他们 因为他们想要自己的孩子 老太婆一听就怒了 劈头盖脸地 骂他们没出息 她认为 瑞秋配不上自己的儿子 两个儿子挨了骂 沮丧地走出屋子 但他们不甘心 决定先斩后走 于是来到 关着瑞秋的草房 男人把女人摁在草堆上 企图对她施暴 女人拼命反抗 男人兄弟见状 赶紧过来按住她的腿 就在女人即将被害时 她的丈夫冲进来 接连两棍 将两兄弟打晕 这两棍子 让兄弟俩当场殉命 马特急忙拿棍子 敲打拴住瑞秋的铁链 试图解救她 老两口在房子里听到动静 正想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这时 女孩故意打碎玻璃瓶 转移了两人的注意力 老太婆骂了她几句之后 还是催老头去草房查看 马特这边终于敲掉了铁链 正准备带瑞秋逃离时 恰好碰上端着猎枪的老头 老头一眼看到后面俩儿子的尸体 毫不犹豫地举枪射击 马特为了保护妻子 舍身挡枪 虽然身体重担 还是第一时间 让妻子快跑 眼看老头追过来 马特一把抓住她的枪 企图阻拦 下一秒就被老头彻底解决 瑞秋震惊又悲痛 已经完全忘记逃跑 很快就被老头再次打晕 锁在了草房 苏醒时看到女孩也被锁着 但她早有准备 拿出一根小铁棒 打算用这个锯开铁链底座 两人轮流锯了半天 没什么效果 瑞秋尝试戳掉砖缝里的劣质水泥 果然有用 老两口这边埋葬了两个儿子 老太婆心情郁闷 想在这多待一会儿 让老头先回家 瑞秋终于把一块砖戳掉下来 两人抱着她走进了杂物间 想找找开锁的工具 他们顺利找到一把老虎钳 成功地剪断了铁链 瑞秋跑进屋内 想把孩子带走 但回来的老头 已经发现两人不见了 听到婴儿的哭声之后 老头立马返回屋子 瑞秋只能哀求她放过自己 并表示自己只是想来抱抱孩子 听到这话 老头放松了警惕 放下枪后 催她喂完孩子就下去 瑞秋放下手里的布 一把匕首显现了出来 她毫不犹豫地解决了 这个人犯子老头 随后 瑞秋找到了手机 赶紧报了警 但她不知道具体位置 只能让警察定位手机 此时 老太婆回来了 并很快发现了异常 瑞秋打完电话望向窗外 只见老太婆 早已蹲着枪守在了外面 瑞秋拿起老头的枪 下楼决定合得硬钢 两个拿枪的女人在门外相遇 毫不客气地同时举枪射击 但他们的枪法都很抱歉 有人受伤 但没人死亡 最后 老太婆竟然直接朝瑞秋走过去 要和她一蹶高下 但她高估了自己的体力 很快就被瑞秋按在地上摩擦 瑞秋抓住她的头 拼命地往地上砸 没一会儿就从老太婆上了路 至此 这一家人被团灭 瑞秋和女孩被赶来的警方救下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女组长 是一部略显套路的惊悚片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